中华五千的封建历史,诞生了多少的朝代,纵观历朝历代,哪个王朝最具辉煌,最强包容性,当属唐朝,当时的唐朝,可谓是末国来朝,京城脚下,各个肤色的外国人都有,因此,生活在京城的老百姓,对这些外来的疑人早就见怪不怪,而这一切的创造者,就是唐太宗李世民,说道李世民,一生雄才伟略,智慧无双,是位杰出的政治家,战略家,在韦西间,广开言录,温知天下,勤勉,节约,劝克农方,一时间,让天下的老百 仅能修养生息,安定下来,且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真观之志,而这一切的基础,却是以一件宫廷政,变为基础,随朝末年,天下大乱,百姓民不聊,整个地的起义,义军纷纷突起,李烈最后也起来抗击暴随,且很快就攻进了长安,建立唐朝,李烈登基称帝,而朝子李建成被封为了太子,主管朝廷社务,李世民被封为秦王,主管对外开疆拓土,而后,随住天下的叛军和义军,被李世民一一收捕,李世民 李世民的威望渐渐高过了李建成,这下让李建成非常的忌惮,李建成和李世民各自为首的集团,明争暗斗互相争权,且李建成联合了齐王李元吉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,因此李世民旗下的武将非常的脑木,一时间有剑八弩张的紧张细分,很快,这一刻中午到来了,公元626年7月2日,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,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,逼逼齐王李元吉,迅速控制了皇宫,逼得李元崩塌为太子,掌握工程后, 附下将太子和齐王的各自五个儿子抓了过来,齐杀谋士说春风吹又生,要斩草除根,否则将来这十个孩子长大后,抱负齐,他们会为自己的父亲报仇,将来会死更多的人,面对父亲李元的苦苦哀求,李世民没办法留下活口,只能下令杀了十个职策,就在下完令时,李元一脸悲痛地说了一句狠话,如杀无子孙,贪日如子孙亦不如此,这十四个字,狠狠地打散了李世民的脸上,毕竟李元的心思是好的,一天之间, 一,已经失去了二个儿子,如今再失去十个孙子,换谁,也无法接受,但是李世民需要为大唐的未来考虑,最后只好杀了十个职责,但是十六年后,李元当初的一句狠话却似乎应验了,李世民一生生育了十四个儿子,除了后来当上皇帝的李,这可碌碌无为的礼服,其他的儿子中有三,各早要九个儿子死无非命,也就是说这十二,各儿子都不得善重,历史巧合得让人难以相信,但是事实就是如此,如果当初李世民知道, 他的儿子们都是这种结局,不知道会不会放过十个职责,或许这一千古问题只有李世民自己心里,才会清楚,你觉得呢?欢迎下方留言交流。